那么下面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交给我们这个另外一位broker Sam 也是我们最资深的房地产投资专家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学生作业主的这些case分析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细节有一些是类型的 就是说是一些案例 先开始就是说先讲 主要是讲解的是留学生的问题 FRA讲到了很多就是在多伦多买房产 大家需要一个overty的价钱 30万可以在哪个区里买 40万可以在哪个区里买 甚至是50万 很多人来到这里 中国人的新移民现在来到这里 有在这些大就是就是贝宾上边 就像我们这个Northshock这边 一下来就是看了个100多万来 就这间吧 看起来不错 那就接下来钱就到了 说中国人现在这个购买力越来越强 那就说讲过来的购买力强 像是移民跟这个独立移民 跟投资移民 那很多留学生对这个也很关注 那关注一些什么呢 就是留学生可不可以买房子 留学生对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这个部分呢 跟使用跟投资有很大的关联 首先就是说讲到留学生呢 在学业上面来到加拿大了 一定需要至少四年 大学四年 有一些来到这里还要补充一个语言 再接接就是四到六年 然后呢 大学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Master Master两年 普通来讲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再读Doctor 按照这个学历不等 如果说一个正式的留学生 从落地到加拿大 至少六年左右 他一定会住到 这是一个基本的 这是大众的 那就是说留学生来到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读书 说在经济能力上 因为从中国出来 加拿大政府也是一定要筛选 所以经济能力一定是自负的 多说就说 这个不能比以前的留学生 现在的留学生 我见到一些一下来 就是开个跑车呀 然后住到condo啊 人都是很潇洒 以前二十年前 我们来的之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留学生很辛苦了 一个月五十块钱的生活费就能过 怎么吃面包鸡蛋 就是这样过的 笑也是 我有个同学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所以说留学生的这个经济能力 一定是说家里头 给足了他的学费 旅费 机票 住学 开支之类的东西 都是按按照他这个需求 也是加拿大政府的要求 也加上中国的经济的这么多年 这二十年的这个成长 三十年了 大概说家家户户的这个经济能力不一样 但是最基本的经济费用 所有的留学费用 旅游费 跟学生的自费之类的东西 都是要带租了 那就说留学生来到这里之后 会带租这些费用之后 首先是学费 缴了学费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二 第二个就是住 出租嘛 叫租房 要么你住在学校里 要么你就住在 出来学校外边住 要么你就住在condo里边 或者就是住在这个 homestate 这是最大一个部分的开支 学费跟住费 那就说出租 这是说想讲 就是说用最基本的开支 来完成你的学业 是怎么样完成 比如讲说 一房一厅的partment 在Sherford跟Domials 750块一个月 很正常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一年也要9000块钱 就是按照这个租金的 这个平均账幅度 每一年加拿大的法律规定 在3个percent左右 平均200多块钱 一年账幅 那这八年读完书 又读语言 读大学 再读个master 不要读doctor了 就是master读完 你回去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就用这个八年来算 这八年下来 七万四 光居住 还没有讲到吃 学费 光住啊 说这笔开支呢 是属于是大众的学生 是这样完成他的学业的 有很多都是 那就是最基本的开支 在他毕业之后 他会用到七万多的租上边 不是说吃跟留学啊 跟学费 那就说 这是说大部分的留学生 都是这样完成 在北美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开支 好 这边再来讲一个 就是说在租金方面 用高生活水准 来完成你的学业 一个 一个睡房 Young and Finch Young Shepherd 这一带的 或者是去读 Sanica也好 York也好 UT也好 Sanica 这几个所大学的位置呢 多数的学生呢 会选Downtown 刚才Fry讲了 Downtown的一房加蛋 1800 两房都是在2000多块一尺 如果是在这里租一房呢 来读书 在交通方便 Subway路口 Nordshire可是最方便的 Condo最多的 一房一厅 再怎么便宜 1250 一年也要15000 租金 3%的上涨 450一年 读下来8年之后 他要付12万租金 这种完成学业的 学生的有没有 有 在短期这十年之内 也有一大部分 这种留学生 好 那就说 从房租上的上涨来讲 就是说 这是一个比例 2006年 我们不推太远 就是我从2006年 开始往前看 就是每一年的增幅 不一定是3% 加大在2004年 03年那个时间 把这个房租的 这个法律改了一下 以前是保护租客 不能加房租 只能让政府定的 那个比例 3个percent左右 有时候4 有时候3 有时候2点几 有时候1.8 平均是3个percent 但是以前呢 就说只能政府定 他住10年 你也不能加太多 但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 政府改例 说只要房子腾空 住业主 水女租 只要有人敢租房 只要肯租你的房子 一房一停 由1100 一下报到1400 在2004年的时候 房价涨了很高 在Young & Finch Pumberton 曾经有一些人 我们租出去是1450块 一岁房 一个月 是Young & Pumberton 那边 就是Young & Finch 现在后来之后 人结的太高 一部分的新楼出现 就把房租又慢慢慢慢回回回回回下来一些 但是平均上面也是每一年在涨就对了 房子 因为那个Inflation 房租在涨 买卖房子的成本在涨 所以的这个租金也慢慢逐渐在涨 这是这个房子的这个出租的这个Average比例 一定账不会跌的 好 这里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很很特色的一个 中国来的一个女留学生 这个留学生呢 是在他爸 他是说是在他 当时他是在2005年的时候 他跟他朋友 男朋友跟着一个同学 女同学 住在Santica Hill那边 对面那边那个Apartment Apartment是两房 他呢就在York读书 刚到第大概有第一年半的时间了 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租 他的房租是一千三 他自己自我介绍 就是说他在出国的时候呢 他爸妈就说一次性的给他十几万 说这就是算算账也问过 在加拿大能读完书 不说读多久 只说给你紧张点生活 省点用 学费加生活费 加你居住费十几万 够他读书毕业了 大学毕业没问题 那就是一次性的给他了十几万 但这个留学生呢是特别特别的 有点就是说很珍惜他父母的这笔钱 也很小心使用 那就去住三个人去租了这个Apartment 租进去这个Apartment 一看也是一千三了 挺贵的觉得 后来就通过介绍来找到我来咨询一下说 他有十几万这个现金应该怎么样安排 他不想这样的无限制的交房租 在当时2005年时候的两房在Sanica Hill 那个Apartment是17万左右 能买两房 就他住那个房子 后来分析完之后 他说那有没有别的选择 那我就跟他介绍这个Yangen Finch 这边的Apartment 就是Condo Pemberton这一带 相当好跟他介绍 他看完之后比例一算 他就看了房之后 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 他那个地理位置就是Yangen Finch 价位是属于这个Nord Shock 最便宜的Condo区域价位 房间的格局又相当好 是方方正正长长大大的这种 很好住 然后他就决定好 当时就决定说 这个交通是在Subway门口 不用开车 不用转车 直接钻到楼下边 就是Subway 他说就是这个了 好买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分析 他决定买了一间 就是什么 Nord Shock Yangen Finch 3号Pemberton 两岁房加电 两个厕所 厨房 然后一个车柜 一个locker 990尺 然后是corner 是14楼 当时的地税是2400 然后呢 管理费400期全包 事件 一口 所以说 打封 转诺 门